选这俩车的人可不是说差那沙瓜俩找的 买不起奔驰宝马BBA 网友留言问我 小胡子同价位三十多二 沃尔沃S90和雷克萨斯ES哪个好与后低 哪个开的质感更好一些 该买哪个配置 我想问一下视频前的网友朋友们 如果这两款车子让你们再重新选择 或者是选择一次 你会选择哪一个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总体来说呢 女性就选个雷克萨斯ES挺好 开的不紧不闷的 后期稳能性更好 男的你就选沃尔沃S90 选沃尔沃这个品牌的都是什么人群呢 一买BBA预算不足的 二还有一种就是 我不想买BBA那么高调 我还想要个好的行驶质感 他会考虑沃尔沃品牌 再一个选沃尔沃品牌的 那很多人都是很有修养 有内涵的人 注重车身安全 内饰用料环保健康的 才会选他 买雷克萨斯ES这个的人群呢 都是想多用些年 不打算换车的人群 就算奔驰宝马奥迪的发动机 也没有雷克萨斯的发动机在用 同样开个15万20万公里 雷克萨斯的发动机 就是有点灰尘 你只需要加92%汽油就行 反过来 奔驰宝马奥迪 跑到15万20万公里 没准就会漏着漏纳 骚着漏纳的了 这就是为什么说 公里头大的德系车 不能买的一个原因 你是真羞不血 真不省心 想省心你就日系 想要心理质感 驾速快 那就德系 女性你开个雷克萨斯 还是挺好 不紧不慢 男的就选沃尔沃S90 人来车无论市区代步 还是跑高速长途 沃尔沃S90的心理质感 各方面要比雷克萨斯要更好一些 雷克萨斯就是一个 换车标的一个开美瑞 但是用料比开美瑞好 所以格因进行性日感比开美瑞好 但这个车呢 它就是加了两个进口俩字 其实这个车呢 你要说的不好 耐用性好 你要说好呢 配置各方面 它又不值三多万 买它就图一个省心 所以说要根据你自己的需求 去选择 人家车实际放在一起呢 还是会如S90更优秀 但是买雷克萨斯ES呢 我见了一买这个260版本 260是2.5升的这台机器 动力好一些 匹配爱信的8IT变用箱 发动机变用箱 都没有任何问题 能问中 200版本呢 是2.0升的 动力弱 而且CVT变用箱 根本没有爱信的好 ES300呢 是双击混动 和这个开美瑞 哈罗拿他们的 风天所有的双击混动 都是这动力用箱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油耗低 行动感要好一些 那么沃尔沃S90呢 是爱信的8IT变用箱 自己家的一个20T发动机 动力压强机 有185清火 185这个动力呢 是有力又必导 以后会坏的 坏的唯有不便宜 然后它就是 悬架都是铝合金材质的 是它的优势 前收纳币 后面多连杆的 所以说它的行动质感 要比雷克萨斯ES好很多 那么4000前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有没有 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